十月一號起 一共有十五大新制 和優惠措施將會上路 路上車輛來來往往 遠景站在路口指揮交通 汽車要轉彎 必須打方向燈 過去如果車輛轉彎 變換車道沒打方向燈 會被罰九百到一千兩百元 從十月一號開始 將加重罰還一千二到三千六百元 除了方向燈之外 巷弄內速線也全面調降到三十公里 不只汽車 未來電動自行車 也被納入開罰的範圍 以往不強制要求戴安全帽 但隨著意外事故頻傳 政府也祭出罰款 甚至規定車速不得超過二十五公里 市場者拿著白手杖 走在行人穿越道上 過去車輛沒有禮讓 導致受傷的案例頻傳 為了保障市場者的路權 十月一號開始 若為禮讓斑馬線上的市場者 將重罰兩千四到七千兩百元 而且斑馬線上 也不得堆放物品 以至於妨礙交通 另外小貨車只要在符合安全的原則下 就可以專案申請提高載重量 除了開罰也有補助 因應路科縮減來台 從十月開始到明年三月底 日 韓以及西南向國家航線的 國際航班降落費免費 非花東的國際定期包機 獎住地勤費百分之五十 另外搭高鐵到年底前 也有飯店連票 原本加購高鐵票打八折 降為七五折優惠 此外天氣轉良交通部觀光局在北中南東的溫泉 將分不同月份 推出買一送一的優惠 十月起有好康也有開罰 一共十五項新制度上路 想要顧好荷包可得多多留意 據有政務人物 西昌報導